香港是战狼2的最后一战 当大家以为战狼2可以像大陆一样大卖 却没想到遇到了冷场 战狼2在香港的首日票房为27万 还远不及在香港与之同期上映的本港电影西荒极落 没看错就是一分钟的票房都不如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身来讲香港因为人数原因市场比较小 而且近些年香港电影衰弱后 电影院就更少了 昨天战狼2首日香港才排了70多场排片 可谓十分少 最终只有27万票房 那么这么小的电影市场还有必要上映吗 当然有必要 俗话说的好 苍蝇再小也是块肉啊 不过在首映里的发布会上无精趣暗示 此番战狼2在香港上映并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争两口气 一口气是为中国电影而争 一口气是为自己而争 中国电影这口气是希望给一些 一直看不起中国电影人的 一些观众和电影人一气而光 而吴京自己的这口气 则是那些曾经对他进行打压的香港电影人的反击 曾经吴京在香港混了十来年 失业并没有太大的起伏 尽管吴京在香港也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好伙伴 但是曾经也受到了不少人的能眼相待 所以吴京在首映里上 称此番回港来是焦作业了 电影网友也纷纷表示将继续支持吴京 片方好与坏都无关了 毕竟市场太小 汉子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的甜心 现在出落成大姑娘了 近日有网友在网上上传一段甜心在拍摄现场的小视频 画面中 甜心身穿花的连衣裙 靠着爸爸夹买量 安静的坐在沙发上 可能是看见众多陌生人比较紧张 甜心手里一直拿着一本杂志 但是目光却从未在杂志上面 董丈希望 看着什么都好奇的样子 不失名嘴 露出娇羞笑容 网友看后分分留言 甜心越来越漂亮了 小时候是女汉子 长大了淑女了 害羞的样子好可爱 一脸腼腆的样子